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萨周 会继续收看我们的赛斯兽特论部队测评 本期是第18期 咱们继续介绍12寸 1.6版本的特论部队玩具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话 是绿衣忍者 那么这款的话 也是亚马逊限定的这么一款形象 那么其实这款的话 是我本身是进入特论部队坑里面 入的第一款冰仁 当时的话 我是在北京的搜秀 看到一个店里面有这款冰仁 是非常的喜欢 那么把它购入之后的话 也是正入加入赛斯兽特论部队 在这个冰仁坑里面 那么赛斯兽的话 一共是出版了三款冰仁 一款的话就是这个绿色的亚马逊限定 这个Amazon Exclusive Version 那么第二款的话 就是这个红衣忍者 也是非常的酷 那么最后一款 是一个后期的时候 是出了一款这个绿衣忍者 这也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杂兵小团队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怀迎 这个古典日本忍者风的这么一个冰仁 我是非常的喜欢 我们知道在特论部队里面 有这个忍者家族 就是这个Ara-Shikage来影一族 他们的这个继承人的话 就是这个白游灵 这个Ara-Shikage Thomas 那么白游灵的话 它是一度是这个忍者集团的老大 那么之后的话 像这个萤火虫 Fairfly叫做这个无面大师 也统帅过这个忍者部队 然后像这个之后的这个渣弹 也是作为这个红衣忍者的老大 那么总之的话 这个Ara-Shikage来影一族的话 在这个特论部队 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是作为这个眼神里面砸兵的形象出现的 那么其实的话 尤其到了后期 也是这个特别的流行 像这个特论部队里的红发的话 也有这么一个忍者的装扮 好 总之 那么这一系列玩具的话 我觉得是Sideshow的某位成员 肯定是特别喜欢日本元素 结果的话就开发出了这三款非常酷的兵儿 他们身上的这个配件 包括这个精细度 都是非常的考究 品质的话 也是远远超过了 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个白游灵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块 那么这一款的话 就是我第一个购入的一个绿衣忍者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酷 我们从小配件来看起 首先的话 就是这个小飞镖 那么它的话 一共有六个小飞镖 我这里面的话 是这个拿出来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 是这个虽然小 但是的话 涂装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它的材质的话 是塑料的材质 也是非常的锋利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么它的话 有了一个另外的配件 就是这个飞爪百链锁 我们先让它这个站立好 好 那么它的话 是有这么一个飞爪百链锁 那么下方的话 是有这个绳子 那么上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纳 然后别在身上 这个是一个忍者必备的这么一个攀岩工具 飞爪百链锁 把它放在边上 然后的话 就是它身上 其实我们看上面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刀吧 这个刀的话 它在身后 那么背背着两把刀 那么两把刀的话 一把刀是长这样 给它都拿出来 给它转过来 好的 那么身后的话 是背着两把刀 一把的话 是稍微的长一些 我把这个刀鞘 也可以拿出来 来看一下 好 那么一把长一些 一把短一些 把它都拔出来 那么一把长刀 一把短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 那个忍者刀的形象 那么这个的话 首先是一个直刀 上面的话 是有这个血槽 然后的话 这个剑身的话 刀身的话 也是有这个双色 不同的一个配色 有这个血槽在这里 那么这个剑柄的话 也是这么一个 类似于皮套的这么一个设计 但其实的话是一个塑料 配合以涂装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忍者的武器 这个地方是一个方形的一个护手 忍者刀 刀跟50招的最大的区别的话 人刀的话 它是一个直的这么一个刀身 也是一个比较短 通常是50到70厘米 不像这个日本这个钛刀 有这个120厘米 那么长 因为人有的话需要进行一个潜入 这个刀的话 非常的欢迎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 在这个身后 那么进行一个搭载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把刀 那么另外一把刀的话 我们把这个刀鞘给拿出来了 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把它的话 放到里面去 包括这个地方 这个小捆绑的话 都给它做出来 这个细节 非常的不错 是可以把它的话 这样的背背在身后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让我觉得比较好玩的话 就是它是忍者病 但它的话 还配有一把这个乌兹冲锋枪在这里 乌兹 machine gun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把枪的话 其实是这个蛇眼的罪 是这个以色列军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话 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图 这个地方 可以进行一个弯折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下方的话 是这个弹夹部分 可以把它的话 这样的拿出 里面有这个子弹的细节 可以把它的话 放到这里面 那么本身传统忍者的话 肯定是不会使用这些热武器的 但是的话 既然作为这个眼神的一个杂兵 那么拿一个武器 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杀戮的话 也是没毛病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把武器 好 我把它放在边上 然后的话 其实它的很多配件的话 都非常值得进来考究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杯的这个斗笠 那么首先的话 可以带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 我们把这个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好 这个斗笠的话 可以把它带在头上 没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忍者的形象 那么另外的话 在这个斗笠的内部的话 还有一个这样的苦无的一个收纳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放一些这个手里剑 好 那么是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锋利的一个小武器 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是可以把它的话 进行一个内部的这样一个收纳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是这样 是有这个三把虎 好 是放在这个斗笠里面 它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那么是可以带在头上 是一个比较酷的这么一个小配件 好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把武器 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日式的武器 那么它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这个手握的部分 那么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材质的一个涂装 那么上方的话 还有这么一个护手 那么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大刀在前方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让它拿在手中作为护卫 然后的话可以带着这个小帽 非常有这个感觉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好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的话 是非常传统的这么一个护额 然后的话上面是这个 眼神通通不对这么一个标志的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拿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忍者小帽 看一下 那么后方的话 进行一个捆绑 可以把它的话 放在这个地方 好 非常的不错 拿下来之后的话 它还有这么一个头套在这里 那么有两个非常可爱的 类似于小猫耳朵的这么一个构装 然后的话 它还有一个短的一个小刀在这里 那么我可以把它拔出来看一看 这是把这个小的匕首 好的 就像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匕首的握手部分 也有一些不同颜色的涂装 把它放在这里去 然后可以别于腰间 那么就像是这样 别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整体的来看一下 好 那么它的面相的话 其实是有一定的刻画 由于戴着这个头套 是不能看到这个面部的具体面貌的 其实像这样的忍者的话 也是一个量产的类型 那么是一个杂兵的性质 好 它的这个服装的话 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日式的一个忍者的服装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大当 基本当部的话 是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 好 手部的话 也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忍者的一个护手 在这里进行一个攻击时候的一个输出 非常的锋利 好 这个地方有手部的护甲 那么后方的话 是可以别这个两把忍者刀在背后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一个小包 可以把这些飞镖的话 放入这个小包里面 不容易丢失 那么在腿部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这个护腿在这里 那它的足部的话 是非常经典的 这么一个忍者的一个小鞋 在这里 那么在这个脚底的话 也有一定的细节的刻画 非常的不错 好 那么这款绿衣忍者的话 是我入的这个第一款特种部队的玩具 那么它的话 是这个亚马逊的一个限定版本 那么也是有这个不少的配件 当然我们之后的话 还有其他几款也是配件不少 这个斗笠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这个 头上 就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收纳 斗笠里面有这个手里剑的话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武器的话 让它拿握在手中 也可以就像是这样 好了 那么这款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绿衣忍者 那么它的话 是这个LK家族里面的 这个忍者这个兵团 那么它的话 是作为杂兵的性质 在这个Cover里面进行一个出现 非常值得进行一个收藏 也是非常考究的 这么一个忍者的形象 那么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我的视频 但这样的话 就可以及时收听 收看我的节目了 来过来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